各位姐妹,今天的四經金句是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盧德轉,一章十六節 今天的讀經一,平日彌撒開始,我們會中讀 這一篇很優美,亦不是很長的盧德轉 跟我們講說,這一位來自奧摩亞部的外邦女子盧德 怎樣輾轉成為達味聖王的曾祖母 話說,一位以色列人,他本人住在白蘭 有兩個兒子和他的太太,納奥米 他本人叫阿里默阿哈 由於飢荒,於是帶了家人去到外邦人的地方,摩亞部 在那裡離開了故居,而且為兒子娶了當地女子為妻 這裏已經被我們看到,他那份好像背離了自己民族的一種傳統的信仰 一種傳統的規界 但是呢,反而這位外邦女子盧德 本來他跟自己的婆母,納奥米 他可以走,數也走了,但他沒有 由於這份感情,他願意跟納奥米一起,勞德華 甚至非常缺絕 他說,你在哪裏,我就去哪裏 你住在那裏,我也住在那裏 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 意思是他完全因為婆母,納奥米的緣故 完全要成為一個以色列人 即是不回頭 最近香港這一兩年都在說移民,留下這些問題 有些人甚至問,天主是否要我移民呢? 我覺得天主沒有那麼有空 意思是什麼呢? 天主其實我們移民也好,留下也好 其實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原因? 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有看的就是 我們只有因著愛,我們去採取行動才是正確的 我移民,譬如說,因為我愛我的子女 希望他們有合適的教育 或者我留下,因為我愛我年老的爸爸媽媽 為了他們,我不想自己後悔 我想照顧他們,那我留下 也對的 移民,因為愛而移民 留下,因為愛而留下 當然,人生不是那麼簡單 有兩難的,三難的 做這樣又怎樣呢?做那樣又怎樣呢? 不過各位兄弟姊妹,到最後事常記得 只有懷著愛,就好像奴德一樣 他懷著愛和自己的旁母在一起 天主在命命之中會引領的 所以,離開也好,留下也好 要因著愛去做這個決定 要記住,天主是愛 好了,我們重複今天的聖經金句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 盧德轉一章十六節